这种事吧 都是相互的伤害 但是来讲 作为他来讲 他应该比我 应该更惨一点 不珍惜啊 就是这么好的男人 不珍惜他自己做 其实这样一个优秀的人 他不会说那一段感情结束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 之后又有一段感情 我们看到了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 小的磕磕磕磕磕都会有的 小的矛盾啊 但是没有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是最后导致分开的吧 还是他选择了他的 他的初衷的初恋吧 可能当年这个女人跟那个男孩 是属于青梅竹马 是属于很熟悉 初恋 对 对那个人是很重要 很好的一个朋友 像至亲一样 所以那个女人好像没啥心机 没有心眼是不是 他联系他两个人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日常生活 就要保持联系 但没有就是让叔叔感觉有什么过格的地方 只不过我是觉得 你是那么说叔叔 我是总觉得 无论是男女朋友 还是就夫妻 女人要这么做的话 那就是没有分寸呢 你不能超越那个底下 不能有太过密集接触 阿姨 你会这样不 你现在有异性朋友不 你跟异性朋友联系密不 几乎现在是没有 不管是异性同性都没有朋友了 因为我就顾假了 啥拿都不去 有异性朋友我不反对 但是你这个异性朋友 你一定要说明给你的爱人的介绍 她是谁 她干什么呢 她和你什么关系 你们是假认识呢 你感觉之前的这个女人 她是把另外那个男人当成备胎了 还是当成男闺蜜了 那确实拿她当备胎了 您觉得这女人是拿谁当备胎了 拿她 拿你当备胎了 妈 我们男嘉宾你自己感受呢 当时彼此之间都很信任 从来没想过 如果想过 当时我也会怀疑她或支持她 但是我们这些事都没有 虽然看起来没有脾气 谁也找她也可以这样 您未来能接受这个另外一半 还有这种比较亲密的异性朋友吗 这个一线朋友可以有 但是我觉得一线朋友 要处得好也很好 但是一定要有分寸 因为就是朋友就是朋友 对不对 您觉得这个分寸 大概把握在一个什么度 这个就在个人把握呗 就是说你怎么去做 你在个人把握 你要考虑对方感受也好 或者是对你自己的约束也好 一定要有一个度去把握你自己 你不能说 那个 几点不见面 来扶着喝点酒 担住 那就不行了 那就超过正常怪 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可能不一定更多的去纠结 但是如果有一个固定的人物 出现在你亲密爱人的身边的话 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这是我们今后应该记住的一点 你不能用此来证明自己很宽容 很有度量 这感情的事自私点好 我们听听密室女嘉宾 大家咋说 朋友有缘有劲 但是异性的也是有缘有劲 但是没有太过亲热的那样 没有 您觉得这个亲热是什么样 做什么事了算亲热 比如和女同志偷偷地联系 和上人家干什么去了 这那 给人休下语道什么的 是吧 扛个煤气罐什么的 这些都不能干 不 这行啊 这可以啊 这可以 啥事不能干 不正经呗 怕人呗 尤其怕自己媳妇知道的事呗 那就对方老要你帮忙啊 老要帮忙 那就有说到了 我也担心 我出来什么事不容忍 我谁又说的 哎呀 站在家整整地 不行我家聚房有事我过去 啊 那我想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很希望你的对方 允许你在外边有女朋友 异性朋友 我没有 希望不希望 这个问题没有什么 这个啊 我觉得我还是就想法比较单一 我在外边几乎是没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都是同学 同事这一类的 就是说社会上这些朋友 我没有 就是这些很少 往往问题就出来同学和同事 还得自己把握自己 如果这个年龄呢 你再有 就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单身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都没有去触碰这条底线 他本身就是事业型的 而且回到家呢 他也总觉得很多人都要以自己啊 就是以身作则 自己约束自己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中规中矩的一个男人 怎么可能是说给自己留有余地 我跟这人要接触 跟那人接触 他如果会哄女人的话 讲实话 第二段这个媳妇也不会离开他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男嘉宾也好 女嘉宾也好 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坦诚不公地说出来 而不是一句话说 用自己的这个素养啊 去要求自己 其实在相亲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就直接地表达出来 我能接受什么 我不能接受什么 我希望什么 我不希望什么 这样也会很直观地 这个给对方一个信号 看看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啊 那咱们女嘉宾 也是个挺凄里咔嚓的